文心满脸得意 结婚不到俩月就怀孕 丈夫林多俊高兴坏了 立马向家人宣布喜讯 怀了自家的长孙 公婆把文心宠上天 全家恨不得把她当祖宗供着 什么都挑最好的给她 文心每天啥也不用干 只管好好养胎 不像婆家人那么开心 想到医院的话 文心脸上没有一丝笑 本以为自己才怀孕三周 可早上去医院检查时 医生却告诉她怀孕五周了 算一算时间 孩子压根不是丈夫的 而是前男友陈笑飞的 好不容易嫁进豪门 如今却怀了前任的孩子 文心人都要崩溃了 生怕被林家人发现 面对林多俊的关心 文心满脸心虚 眼神直往陈飞笑身上飘 还不知孩子是自己的 陈笑飞没当回事 晚着林多美回了房间 好歹是孩子的亲爸 文心忍不住偷偷约她见面 一看到她 文心就红了眼眶 好歹是曾经深爱的初恋 陈笑飞很是关心 你说委屈了什么 什么事你告诉我 真的没事 很想 你现在是个孕妇 你应该开心一点 你现在这样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见陈笑飞这么温柔体贴 文心不忍心再隐瞒 坦白肚里的孩子是她的 就那么一次意外 怎么可能说怀就怀 如今两人都各自有了家庭 认定文心在说谎 陈笑飞让她别开玩笑 你觉得我有这个必要骗你 我比谁都需要你这个孩子 是林多俊 现在最恐放不住的人是我 表情太过认真 明摆着说的是实话 陈笑飞头都大了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是想让她知道孩子是谁的 见陈笑飞这么纠结 文心也没指望她负责 承诺以后不会再麻烦她 这可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意义完全不一样 陈笑飞坦白没法离婚 但以后会默默照顾他们母子 不会让他们受委屈 这边两人还在互诉中场 却不知林多俊已经到了家 捧着鲜花 林多俊激动想给文心惊喜 结果刚到楼梯口 就看到文心和个男的在一块 我会做一个好妈妈 不然我跟孩子好会找她 一个是自己的妹夫 一个是自己心上人 林多俊人都傻了 没法接受眼前这幕 狠狠推开怀孕的文心 林多俊怒骂陈笑飞太过分 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多美 多看一眼狗男女都嫌恶心 林多俊气愤的要离开 生怕要被赶出豪门 到手的好日子就没了 文心拦住人还想狡辩 争执间一个用力 林多俊滚下楼梯 头重重撞在地上 当场就晕了过去 不敢闹出人命 两人急忙拨打了求救电话 林家人得到消息赶去医院 陈笑飞演技精湛 谎称家里进了贼 林多俊和他打了起来 才撞伤头 而文心也惊吓过度动了胎气 信了他的鬼话 林家人没怀疑 但知林多俊没有生命危险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文心既愧疚又害怕 我希望多久能够快点醒来 来捡清我心里的快捡感 可是他要是醒来以后 不会说出一切